大家好 我是宣文喜 今天和大家講的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有四個字 依依不捨 第二的依是QE的依 先講回事 昨天的市在匯豐大洞之下非常精彩 今天就燦爛歸於平靜 全日上上百多點 不是太多 最後是收升9點 2442 成交1,706億 雖然是1,700億 近來見關2千億 覺得今天都比較平靜 比較沉悶 沒辦法 曾經滄海難為水 今天市能夠有升幅 主要是內銀股帶動 內銀股普遍升1%以上 其中這隻建行是升得比較理想1.8% 加上內險也有不錯的升幅 這隻平保都突破下降軌 有1.6%的進漲 為何會升下跌下 本來上過250 但企不穩下跌的原因 其中的原因是兩桶油 否應合併 全萬元 所以全部下跌 這隻見到是857 跌了4.7% 一明足途是身懷綠甲的走勢 加上中移動也普普通通 走勢也要減價1% 114.9%跌過耳 令市今天上過28,500 便下跌 其今的市和Imani今期說的預測 大致差不多 當日寫時估計 會試試28,500 但估計大幅升穿的機會不大 看到今天的情況 當然維持看法 可以有幾個原因去解釋 第一 香港方面的原因 明天是期指結算 估計在這樣的情況下 乘越勢都不衝上去 可能大家覺得差不多 很有膽子覺得收手 不動 所以明天繼續不動 沒有意欲推高或推低市 第二個因素 當然是美股 美股 接下來 二、三 都會有些重要的事情發生 都會導致投資者 官網傾向 都是一動不易的政 其一個就是聯儲局 週二、週三開會 大家官網要怎樣說 第二個 重要因素就是 週三公布第一季的GDP數字 現在估計是1% 雖然之前吹到美國很厲害 現在估計是1%增長 1%增長 如果真的差不多 令大家重新想想 究竟聯儲局 是否真的 現在通常說9月才加 是否9月加到 都會在這個數據 有些啟示 情況之下 當然大家看看 加上第三個因素 來自中國 中國有兩方面的警告出來 第一個是人民報 警告說 部分企業的盈利和股價 有追不上 股價升得比盈利 部分企業的股份存在泡沫 這是第一個警告 令大家驚驚地 第二個警告 是證監提醒新股民 奴技風險 在這個警告之下 上證之素 今天見過高位落回來 跌成50點開外 一文觸途 做了一個 不是太帥仔 烏雲蓋定的走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估計大家都可能 都會再看看 上證指數 究竟如何行 令到港股 明天的形勢 可能都是水水下落落 兩萬八千五 未必能夠大幅升一寸 增持 不過中線來說 仍然不用太擔心 回到剛才開始講的字 依依不捨 因為有QE人數支持下 大家仍然不捨得 另外的股市的估計 因為中國QE版的消息 越傳越厲害 上禮拜我已經說過一次 可能是歐洲版LTR的形式 最新傳法是直接央行賣商人銀行的資產 但更加說到財政部和央行 基本上達成共識 推出的時間力度 是外界無法想像地說 說得很厲害 在這樣的憧憬 或者這樣的消息支持下 中線來說 資金仍然流亂股市 特別是相信內銀股仍然會受到追捧 當然落後股也會有機會 例如中移動 落後那麼多 遲早會升上去 內銀股就直接受惠 今天其實發了威 大家留意這兩類股票 在意意不捨的大市氣氛之下 是有機會跑出的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